Viru函数,我们刚刚也讲到所谓的那个,像比较常用的啦,像Lookup函数,Index函数,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Offset函数,那Offset顾名思义,它就是Offset,就偏移啦,就移动多少,那基本上移动多少意思就是说呢,找到那个也是一样的解释与参照,里面的Offset,那它会按确定好了,直接确定,它会总共会有五个问题, 不过特别注意,这个五个问题不要被它吓到,基本上这个高跟宽可以忽略掉,没关系,因为基本上宽跟高我们不去改变它,所以基本上它甚至可以在最后的那个储存格去改变它的宽跟高,但是如果你不加的话,它会用预设的啦,OK,所以基本上呢,主要回答Reference,Reference意思就是说,你要参考的范围,参考哪一个储存格的意思,那比如说我今天, 以哪一个当成参考的储存格呢,也许我就以那个,我们的这个哪一个,把这个地方,我参考的是以那个,我们的这个lookup里面的哪一个,也许编号这一个好了, 那这个时候当然,这个所谓Reference指的是,你要以哪一个储存格,当成是移动的基准,移动的基准哦,那比如说呢,移动,假设我要抓到什么,抓到的是,比如说,编号001,对不对,那如果我要抓它的姓名的话,那我就移动几列, 向下移动一列,那几篮呢,移动一篮,对不对,就抓到它了,应该懂那个相关性吧,所以如果说我今天以它为基准的话,那要抓到这个人,就是移动一列一篮,所以这边的话就是一列一篮就OK了,那假如说,因为我们刚刚的那个,按确定, 这边下一个,OK,那可是现在编号是6,那相对的,要移动几列呢,1,2,3,4,5,刚好6列,那几篮呢,刚好一篮,对不对,所以呢,RAW的部分的话,刚好就是它的编号,OK,所以将来如果不是编号,你恐怕要想一下,用什么方式,这个时候呢,同样你要想到用Match啦,Match, Match指的是找到相同的那个,它会回传告诉你第几列的,OK,所以因为刚好它的这个地方我们编号,刚好是数字,所以呢,第六列刚好回来,刚好就是移动6,OK,那COL,这个叫colons,colons,移动,这个意思就是移动几篮,那刚好就是说我要移动的是,比如说,